我们接下来呢 学第九季 第十季 注意听 事故印藏诸志士 众贤所依圣教授 三种师父道子弟 聚会 谁人不清心 设计一切 志言藏 讲文词里 纵一作 宏伟 说文正法力 定能设计 因思维 那么这两个季 在讲什么呢 就是历史造论 说由于 剧组前面所说的 四种殊胜 而且还有剧组 三种殊胜 广众上讲的还记得吧 三种殊胜是哪三种呢 就是第一种 由于所有显密的内涵都设在道子弟中 所以这个道子弟教授具有所权圆满的殊胜 第二个书生呢 说由于无物清晰的开示 三世道的次弟 数量决定 提醒决定 并且以调伏内心的次弟为主 注意 并且以调伏内心的次弟为主 所以这个道次弟呢 教授就具有了 异于授耳受持的 这个书生 这个书生非常的 就确实是令人清新啊 那么第三种书生呢 就是由于为明老杜鹃与荆州大使 两位尊者的口诀所壮严 所以这个道子弟的教授具有 胜出于鬼的这个书生 那么呢 具足了前面的四种书生 和刚刚讲的 还有具足三种书生 所以呢 道子弟的教授呢 成为印度与西藏的众多的智士 就是所谓的聚原者 他实修的时候呢 所谓一指的最上教授 注意哦 这些非常了不起的人 实修的时候 都是一指的最上教授 实修哦 那么呢 这种 完备无缺 无错 无拗的三世道子弟 凡是具足智慧 正直的人 有谁 我一直清新的 对吧 你清新了吗 我们清新了吗 这是说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凡是具有智慧的人 都会清新于道子弟的教授 因为太好用了嘛 调心啊 所以道子弟教授 涉及了一切 圣者之言的心药 佛陀基于增上身 而宣说的一切法 注意 他都 总涉于哪里啊 下世法类 或者 共下世的 共下世的法类中 那么 基于小乘决定圣 而宣说的一切法呢 都总涉于 忠实道法类 或者 共忠实道的法类中 那么 基于一切相知 而宣说的一切法 都总涉于 上世道的法类中 大师在这里面说到 涉及 就是有上知解释 说这个 涉就是 统涉 及 大家说 会及 那么为什么 大师要特别强调 统涉 与会及 这 两个词呢 佛陀之所以宣说 八万四千法门 是为了什么呀 就是为了 利益 不同根基的众生 对吧 就是各有所好 根基也不同 就像一个妈妈 煮那个食物 小孩的 口味都不一样 他用这种方式 他能够持得很重要 那个用那种方式 所以呢 佛陀就讲了 八万四千法 为了利益 不同根基的众生 并且呢 佛陀希望 透过宣说正法 能够让众生 承办 想要承办的利益 而佛陀宣说 正法的原因 是指希望众生 承办今生的利益吗 佛陀希望众生 修学佛法 一定是 不只是承办 此事的利益 因为此事的利益 很短 很快就过了 无常 那么 佛陀是希望 我们能进一步 看到更长远的利益 就是来世的利益 甚至是 更远的 所以 众生追求的 来世的利益 可以分为 现前跟究竟 两个部分 那么现前呢 指的是 人天的增上身 而究竟呢 就是 又分为什么 泄脱与一切 变质的 这个佛果 所以 第一个 统设的意思是说 佛陀所宣说的 一切法 都是希望众生 能够借此 承办三种利益 这个是 设字的 这个意思 那么 汇集呢 注意 汇集 是指佛陀 所宣说的法 能够承办 三种众生 所需的三种利益呢 是 统设在 三十道次力当中 那么三种利益 如何统设在 三十道中呢 如果我们追求的 是 来世的 人天增上身 那 人天增上身的果位呢 是不是 宫内外道的 是的 那如果我们想要 承办人天的增上身 就必须要修学 哪一个 师父的法类啊 是 下师父的 法类 那更进一步呢 如果想要 吸收泄脱 从哪里泄脱 从轮回中泄脱啊 从生死中泄脱啊 就是 不愿这样 聚聚散散的 人天三个道 这样来回的 在三界里 沉沦 所以 那就必须要 修学 忠实到的法类 更进一步呢 如果想要 承办 圆满的佛国 我们就必须修学 上师道的法类 如果一开始 我们要准备 修学上师道的法类 那么 下师道会 终射到 前面要加个什么 共 对吧 共中 共下 所以呢 佛所宣说的 一切法 都是为了承办 三种不同的利益 而承办 三种不同的利益 的方法呢 完全统设在 三世的 道次第当中 这就是呢 集 会集的 这个意思 那么 三种 师父 是哪三种 可以看看 下师父 下师父 着眼于此世的 叫下师父吗 还不进入 师父之列 下师父是 不刻意 着眼于此生 而是 希求 后世 曾上生的 圆门 他已经比 比此世呢 更遥远一点 更优远一些 看得更远一些 所以他承办 后世的 曾上生的 因哦 注意哦 这里的下师父 已经不是 贪着现实 只会为 现实而奔忙 而是想自己的 目光 注视到了 哪里啊 注视到了 来生 他对生命 有一个更长远一些 的规划 就想得更远一些 所以他为了 来生获得 曾上生 曾上生什么意思 就一定比 现在好啊 一定要比 这一生好 所以他的 所有的努力 都是为了 明天比 今天更好 看起来就是 很积极的 一种向上的 一种心啊 追求 那么 钟师父呢 钟师父 他就对于一切三有 心生艳丽 他 把自己从轮回中 泄脱 作为自己的 利益 就是他想要得到这个 进而呢 他修持三学 因为他不喜欢轮回 不喜欢生死 那么 上师父呢 上师父就是 为大悲心所自在 为了尽出友情的 一切痛苦 誓愿成佛 注意哦 他尽出一切友情的 一切痛苦 试愿成佛 为了成佛呢 他修学的就相当广 发布地心啊 然后六度万汉 还有什么 两种道次第 等等 就是 无量法门试愿学 所以 希求妙行的人们呢 对于这个教授呢 纵然仅仅 注意哦 纵然仅仅 最低下限 只有一座 也就是呢 应当 非常精确的 讲说与听闻 讲闻这个教授 哪怕是仅仅 讲说一座 或者说呢 听就听一座 听闻一座 就能够汇集 讲说与听闻 正法的广大力 现在我们是不是呢 要看我们发心 是不是 如果发心 听闻规律 做得很好 就能涉及 就能涉及 讲说听闻 八万四千 正法运的 不可思议的功德 所以我们现在 一起学习 是不是赚到了 所以 大师特别叮咛我们 说 应思维 应思维 就是我们一定要去思维 讲闻道次第的 殊胜利 无论是呢 说法者 还是听法者 只要 以良善的动机 就是以殊胜的动机 讲说 听闻道次第的内涵 哪怕呢 讲说听闻的时间 注意 只有一座 那么呢 讲闻正法 讲和闻 正法 所产生的利益 也是难以想象的 不可思议的多 我们是无法知道多多的 有没有很开心啊